不管政治任務說什麼 你們要看他做什麼 待會有人會說他支持多元民主 但他們政黨從來就不會去推這件事情 不管政治任務說什麼 你們要看他做什麼 待會有人會說他支持多元民主 但他們政黨從來就不會去推這件事情 首先我不明白為什麼陳柏惟 一上來就要批評我們林非凡秘書長 說他說的跟做的是不一樣的 你剛剛說什麼 多元民主什麼 雖然有人這樣說 但不是這樣做 簡單的闡明一下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這個因為剛剛林非凡秘書長有說這個 不排除自憲 不排除自憲 這剛剛我接下來是這樣講 好 就是不排除 剛才我們有點到其他政黨 我這邊也想要希望陳柏惟委員 這邊是不是可以簡單用兩三分鐘 幫我們做一些簡單的回覆 不用啊我沒有在聽 那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 中華民國到底有沒有建國成功 我想在這邊做一個民調 你們認為中華民國建國成功的舉手 好謝謝 你認為中華民國建國未完成的舉手 好方向 曾經有一個民意代表當著我的面 他跟我講說 台灣不能獨立是民進黨害的 我說民進黨不是喊台灣獨立選舉選上的 喊台灣獨立選舉選上的是我 所以當激進黨如果過半的時候 台灣就會獨立了 像激進黨 他們今天一直講說 有一些 當他們過半的時候 就可以 台灣就可以獨立建國了 那今天之所以沒有過半 是不是就因為代表有些人 這樣 底下台灣 底下台下有些同學 剛剛在講 你承不承認中華民國已經在建國的路上了 或者是已經建國 是有舉手的 大家的想像共同體不一樣的時候 你不應該去檢討選民 這樣很缺德 就是 你應該要 去檢討 為什麼激進黨做那麼小 這才是 這才是你應該要去想的 為什麼 你們的主張沒辦法過半 為什麼今天的立委 其實只有你一個人在古軍奮戰 這個是 你們激進黨的主張 可能 跟台灣人的想像是 稍微差比較多了 所以 這個可能是 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你們去理解一件事就是 如果 台灣是我的國家 如果我希望台灣是一個國家 那麼 我們要如何 讓台灣更好 如何相信台灣 這個就是所謂的台灣價值 這樣應該沒有聽到你們 我期待看到的修憲的討論 其實是 朝野在 共同的政治基礎底下 大家去思考 在哪些議題上面有沒有共識 有共識的地方我們就推進 那 所以彼此對修憲並沒有幫助 在民主社會裡面 溝通跟協調 以及不同的提案 本來就是大家要一起去面對 跟一起去 互相說服 就像民進黨內部 包含正常國家的 方案 怎麼 如何正常化這個修憲 我相信有很多委員 民進黨的有不同的立場 那你會去批評他嗎 也不會啊 這本來就是互相 需要溝通跟協調 這才是民主國家的展現 那 這刷嘴皮子嗎 大家自由公平 謝謝